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們三堂課 最後的時候已經講到 我們這個在之前我們說重量守恆的部分的話 那在質量一定的情況之下 看你很容易就把這個重量守恆的部分 那個外力的部分 如果我們Mars是Constant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的外力的部分 那它基本上就是成這個重量 那個momentance界的話 這個是我們在之前已經看到了 那推導過 那接著我們就是看到了就是說 這個系統 那它是 它的質量是在改變的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講說 這樣的系統其實我們常常會碰到 那我就假設某一個系統 在T時間的時候 在SY 頂面上面的話呢 那這個系統呢 它的Mars N OK 那它的Central of Mars 是以P的速度在運動 那到T加ΔT時間的時候呢 那我們看到這個系統 就像我們的火箭一樣 那從這個母系統裡面呢 它丟出來了一個小的系統 那這個母系統呢 當然就變成N 點ΔT 那這個是ΔT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記得Central of Mars呢 它的運動速度呢 現在就是B 加上ΔT 然後這個ΔN呢 它的Central of Mars 它是1 太運動 那你現在也看到了 我這樣子假設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Mars隨著時間的改變 比照維西編 就是T加ΔT的質量減掉 T的時候的質量 再T加ΔT 然後進行Vn 然後進行Vn T加ΔT T出 flame 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 在T加ΔT的時候 它的Mars是N加上 負著ΔT 直接把它寫上去 N減ΔT 然後再剪掉 T 的時候是 非常 T 然後 limit 非常 T 確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負的 非常 T 分之等 ok 所以現在要知道 我們點 M 比 T 基本上面 在我們剛剛這個圖裡面的話 是 這邊有一個負號所在的 好 那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 第一件事情 在上一堂課我們已經講過 在這個系統裡面 我把這個結果就直接寫在這裡 b M 比 T 那來 C 基本上是負的 f b還是回緩 當然 limit theater b 趨近 buckets 我把它擦掉 然後我們來看 好,在這裡,initial的momentum 是等多少? initial momentum 好,mv,對不對 好,final的momentum呢? 嗯? n-βn乘上v加βv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一塊 βn乘上u的部分 所以你現在你看到 比如說我的momentum的變化 隨著時間t的改變 那就是來看t 那final的momentum 減掉initial的momentum 還是把它寫一下 然後你看到的是 tinal的momentum的部分的話就變成 n-βn 然後 v加βv 加上βn u再減掉 nv 然後看到 他看到 這個部分 n乘以v 跟最後面的這一項 可以消掉 那你得到t 這程式外有四項 再加上一項 解掉一項 還會有四項 所以n得到v v 再減掉v 再減掉vn 再加上vvn 再減掉vn 所以你現在有看到的 當我的vn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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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按這個 先看Dv vn 減掉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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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這一項 那後面的這一項裡面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當βT趨近零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基本上面βN已經很小βV也很小 所以βNβT都很小的情況之下 這一項我們在物理上面其實就是講的就是說 它是一個high order term 跟前面比起來 它是很小很小的像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這一項 當βT趨近零的條件底下 我們可以就不管它了 因為它非常非常小 跟前面的比起來很小的情況之下 那你現在看到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一個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的 VNβT趨近零 它是應該負的 負的 V加U 第二 第一 有沒有問題 它就話說 我的VT VT 基本上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那我也可以把它寫成 MVT 對不對 不准下 OK OK 好 寫這樣 U C N 所以 PDT 你也可以這樣定義 那我們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當 當 N等於當成整的時候 就是這整個系統 那我現在 如果我把 這是當成一個系統 來講的話 它就是 F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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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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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系統來講 它質量不改變 那我們現在測量 可以看的都是整個大系統的moment 那換句話說 你現在外力是等於什麼 BMV-T 減掉U BMV-T 我說如果M是Custom M一直都沒有改變的時候 那你其實這個就是MV-T M可以把它取到外面 那現在針對這個大M是在改變 不是不改變的情況之下 M不能提到外面來了 它是隨著時間在改變的這個詞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一般有興趣的是什麼 我們一般有興趣的是 這個M 它隨著時間在改變 它一直把東西丟出來 或一直把東西加進去 它這樣在變化的情況之下 它的速度到底是怎麼樣的改變 那所以 我們基本上有興趣的 其實是就是這一個 這個物理量 BV-T這個物理量 所以我把它M DV-T 如果把它抽出來 我會發現 它這個物理量跟什麼有關係 跟我的External Force 外力 還有呢 把這兩項移過去 再加上U的U-V 所以這一項 U-V 其實 U-V 其實就是這個小N 小N看大N的相對速度 那是小N 由小N來看大N的相對速度 A 我不再把它寫清楚 我就直接把它用符號來表示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可以把這個整個 N 比B 比T 就是External Force 然後再加上B Revive Velosky 那我們一般 把這一項 這一項代表的是什麼呢 代表的就是 因為我小N 把它 我因為信號 拋棄了小N 那BetaN呢 然後呢 這個系統呢 往前 那很像是 你在 這個打把 那你現在子彈打出去的時候 它子彈打出去的時候 子彈給你的什麼 後座力 OK 所以我們平常我們把這一項 就叫做 Reation Force 所以我們把這個呢 直接就把它寫成 Reation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你現在 你現在 你的N DVDT呢 你應該包含兩個 一個就是 系統的外力 一個呢 就是你的後座力 就是兩項 對 那 這個後座力的部分就是 我們講的 從小N的觀點 我們看大N的時候 他的Velocity 然後跟他的這個關係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 我們就來看這個例子 那我們說 這例子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的工廠裡面 有一些輸送袋 那這輸送出來的東西呢 包含這個 這個麵粉 然後或者是什麼糖 什麼一大堆 或者是沙子 然後 這個輸送袋呢 就有滾輪 把這東西送到另外一轉去 OK 那當然下來的東西 看就一連串的 這東西就輸送出去 那 假設 我們現在我們說 假設這上面 這個輸送袋 我如果都不管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上面掉下來的東西 越來越多的時候 輸送袋的速度是不是會越來越慢 對不對 但是我們平常我們期待的是什麼 輸送袋是以穩定的速度在運動 所以以操作來講 所以以操作來講 然後V那是要Constant的情況之下運動 那我說如果你要達到這個結果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每秒鐘掉下來的東西 我已經知道了這個是我給你了 我單位時間掉下來的東西是我知道的 那我說我為了要維持這個穩定的速度的時候 那時候我需要用多少的怪力來拉它 拉這個速走它 你才能夠使這個V字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面 你現在就開始說 我這個是一個系統 整個是一個當系統 那對這個系統而言 這個質量一直在往內加 所以跟這裡是比較不一樣的 換句話說 你這邊是質量一直往外拋 現在這個是質量一直往內加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我說這個系統合約 我的N DVTT 應該就是我們剛剛在講的 我的Asternal Support 也是我要求的部分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Reation的 的Force 那這個ReationForce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從 這個小N的觀點來看 大N 那你現在你看到的是什麼 我說你的Velocity 你要變成是一個Constant 所以你Velocity要Constant的時候 代表的是 這一個東西是等於0的 因為我的速度是等於0 換句話說 我DVDT是等於0的情況之下 那我的Asternal Force 就等於0的相對速度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 好 這個相對速度是 我拋出去了或者进来的东西 剪掉这个大N的东西 那我们看到U在这里面 进来的东西的部分 U是等于 因为它进来以后 它就停在那边了 所以你的V relate 是等于U-V 那是等于负的V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的 我所需要的external force 其实就是负的V 然后沉上 因而与负负负责 这就是我的 这个所需要的外力 那所需要的这个外力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外力所做的功到底是多少 我说我求功率好 这个外力所做的功 那我们说功 那功的部分就是 那个power就是单位时间所做的功 那翻句话说就是 你的外力乘上你的比喽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看到 这是等于2分之1 第1 第1 看一下 看一下 2 对 2分之1 第1 第1 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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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分之1 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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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是這個momentum 所對應的connect energy 的兩倍 兩倍 所以如果講起來的話 以書頌帶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什麼 它並不是一個節能的 你需要用兩倍的功 用動能去拉它 OK 你本來拉它 你只要用動能的 因為potential energy都改 都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你現在有看到 用兩倍的功能去拉它 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的話 我們上次已經到第七個問題了 然後這第八個問題好了 一樣的 還是一個漏斗 它東西呢 它就一直在掉啊 只是它掉下來的時候呢 你給它一個磅秤 然後這磅秤呢 基本上面當然是有刻度的 那我們現在東西一直掉下來 好 我說我的高度如果是h的話 它每秒鐘掉N顆 每秒鐘掉N顆的東西進下N 我看一下 這千粒好了 每秒鐘掉N顆千粒 每秒鐘掉N顆千粒 這樣可以嗎 那 每秒鐘掉N顆千粒 每一顆千粒的質量 那 它都是 那我現在 我的問題是 從第一顆開始掉下來 好 到T秒 它磅秤 上面的 刻度是多少 磅秤的刻度是多少 就是上面的讀數是多少 這個是磅秤 T秒以後 放正的 這個問題跟那個問題是蠻類似的 好 可以給你們做一個home walk 這是第幾個 我這是七 這是第八個 好 好 好 那 在三堂課裡面 一條的問題 這三堂課裡面 在講兩個鞋面滑下來 好 一樣的給你們一個 現在這是大N 這是小N 這是小N 好 這兩個呢 我想要求的是 如果 如果N1跟N2之間 N跟P面上面 這裡面沒有摩擦力 那大N跟小N之間 那大N跟小N之間它有摩擦力喔 它有摩擦力 這兩個之間有摩擦力 這兩個之間沒有摩擦力 然後你就知道它滑下來 它會怎麼往這邊跑對不對 那 我就要讓你們去求一下 這樣子的系統裡面 每一個之間的相對的作用力跟相對的加速 就是 如果我說這是A1 滑下來就是A2 那A1是多少 A2是沒有 你可以去求相對的作用力 這裡面太多作用力了 每一個作用力 正向力啊 然後摩擦力啊 它作為多重 這是第九個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問題可以衍生 如果這兩個中間沒有摩擦力又會怎樣 如果這兩個中間沒有摩擦力又會怎樣 會不會 會不會 那個第九個你就有摩擦力 它如果沒有摩擦力又會怎樣 去解解看 去解解看 好